菲律賓臺灣同鄉會捐贈 非國衛生部1萬片口罩 為資源較為匮乏的菲律賓 注入防疫能量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多少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經過我們大使館的接觸 直接就把1萬個口罩 捐贈到他們的衛生部來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嚴峻疫情導致醫療物資吃緊 更對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在被台商擔心失業人口不斷增加 會影響社會穩定 紛紛發起捐物資行動 盡一己之力幫助非國社會 工人他們的上班的那種方式 就是周星制的 所以他們一個禮拜不上班 下個禮拜就沒飯吃了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還滿嚴重的 有一些台商的朋友 其實都有在做一些捐助的動作 3月中旬 大馬尼拉地區實施封城措施 引起民眾搶購物資 台灣在非家福組織 當時就準備了食物和民生用品 趕在封城之前 發放物資給80多戶受福住家庭 協助貧窮人家渡過難關 現在小朋友都要待在家 那待在家的話其實就更多嘴巴要吃飯 所以他們已經就是平常生計 賺的錢就不多了 那現在全程恐慌 物資又沒有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之際 與外台人在能力所及範圍 援助他國 再次展現台灣Can Help的精神 目標的小朋友 請順著 請順著 目標的小朋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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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